你们这样 我们上 剩下今天 等了三堂 还剩三堂课 其实我们最后面这三堂 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样的心得 然后跟意见跟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 可以尽量多谈谈 没关系 可是我现在 我们上礼拜提到说 要自觉性的 把自己的亲友 当成是在这种 累世的流转的过程当中的 生命的成长团 你们觉得这样的观念恰当吗 觉得可以运用吗 像这样的观念跟思想 在你们跟亲友之间相处 它是只是一个观念呢 还是你们能够去把它给 慢慢地运用下来 你觉得呢 很多事情都是急不得的啦 但是等于说你至少说基本上它有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说生命它本身不是谁在做主 它是一个很多复杂的因缘条件在原生 所以能够碰在一起 比如像这样的一种法源 或者你跟父母亲 跟朋友 跟眷属 它其实都有它 等于说圣生的因缘 所以佛法里头有讲一句话 那个阿罕金佛陀说 缘起甚深 但是怎么样 虐盘更深 那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世间人 在世间这样的一个 一种生活的场域里面 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亲友 我们对他的那种对待 真的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有没有 大家看得出来 其实就是对这个角度去修炼 我们看得到说 我们对陌生人 不会有太多的感情上面的好恶跟投射 但是对自己的亲友 先生太太 先生对太太 太太对小孩 小孩对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妈妈对小孩 那或者说好朋友之间 你发现我们的感情 然后在这个亲友之间呢 我们都不自觉的 很习惯的做很多的那种投射跟期待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看 当对方发现我们不符合他的期待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怎么样 觉得受伤 觉得委屈 甚至他可能就生气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明明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看到好像对方觉得 是我们让他受伤 让他生气 让他沮丧 你看我们也会变成那个样子 受伤 生气 沮丧 怎么样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眷属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旅程的过程当中 都是一面一面的镜子 那面镜子不是他故意制造出来的 是我们在等说对待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呢 会从别人的反应里头 看到我们所投射出去的感情 观念思想 甚至我们的冲动 然后呢 又造成彼此之间的 互相回馈的那个新的缘起 在变化 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 所以本来你看 本来那个 甜蜜蜜的那个 那叫什么 我们说一日不见如隔山丘的 那样的恋爱的状态 对不对 会变成怎么样 相处一天 定义相处三年了 有没有 很累了 很倦了 很不想再看到 本来是一天没看到 就像三年没看到 现在是最后一天 还是感到一天 像三年那样久 有没有 这什么样的 这叫做缘起 一切的对待 它本身都是原生的 它就是随着各种因缘条件 在原生在原生 那你看我们自身的 整个身心现象是这样 那别人也这样 那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所形成的那个互动 有没有 怎么样去对待 那个互动的彼此之间 那个关联 那个关系 有没有 你看它都在变化 那透过对于我们 等于说在人间式的过程当中 不自觉地对于 等于说这些眷属 亲友的这种 不自觉的感情的投射 其实就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什么 我们的习气 我们很强烈的这些 爱恨 有没有 我们的一些种种 各种层面的那种直取 然后跟怎么样 跟很深层的那种 依恋或者依赖 那从这里头 我们就慢慢看到说 那所以怎么样呢 如果说 我们要自觉性地 把自己的这种 等于说苦恼 那这些痛苦烦恼呢 能够降到最低 就变成真的是需要 透过 亲戚朋友 在跟我们相处过程当中的 过程 让我们去看到自己的 这一张脸 有没有 我去顾问 但刚刚台湾 台湾话好像也是 类似这样 就是我们是常常怎么样 看别人脸黑 有没有 那以为自己是脸是白的 不知道 其实常常是自己脸黑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 那在基督里头就是 常常看别人眼中的真 看到别人眼中 只是一个真或者是 但是呢 看不到自己本身 眼睛里面的凉目 所以 其实这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那种 不自觉的 没有看到的 就是不见到的那种 那个生命里头的 那个盲点 那这些盲点呢 常常造成我们 让我们的内在变得很辛苦 那也因为是这个样子 也容易让别人很辛苦 那别人没有办法提供 这种怎么样 这种对练的机会 这个 老婆是在对练 对孩子也在对练 对练 夫妻在对练 亲子关系在对练 母子也在对练 你看 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对练出什么呢 有没有 那在这样的 比如说在这样的眷属关系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当中 练出个什么呢 有没有 看到说 怎么样的对待 是对彼此 是最恰当而最好的 那为了达到这样一个 比较好 比较恰当的这种方式 你就发现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常常 自觉性的觉察 有没有 自己在生活上面 跟这些眷属在互动的时候 我们当下的情绪 有没有 我们的几经动念 甚至我们的那种行为 所以呢 有这样的一种 生活上面的自觉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慢慢就能够怎么样 提炼出我们在生活上面的 一种醒觉力 一种觉察力 因为你若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自觉 我们会认为说 修行是我们到洋面山去残医的时候 有没有 或者共生的时候 或者导师来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来听法的时候 但是像这种时候是很少的 我们生活大部分的时间是怎么样 是跟工作伙伴 是跟亲戚朋友 有没有 跟家属在一起的 所以事实上是要把修炼 带进自己的生活的场域里头 那特别是眷属这一块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因为我们不自觉地 做了很多感情的投射 那这个呢 是众生的本然 天先的 但是呢 因为不自觉的感情的投射 所以造成很多互动上面的 你那个没有自觉到的 种种障碍跟辛苦 那就是变成我们生命里头的 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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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那种苦恼的阴影 甚至就是苦恼本身 所以呢 很自觉性地去正视 去看我怎么样在看这个小孩 我怎么样在看这个先生 像你们年轻人会想说 我怎么样在看待我爸爸 我怎么样在看待我妈妈 我怎么样在看待我的那个哥哥 有没有 我怎么样在看待我弟妹 我怎么样在看待我周边的人 你要去赶他给自觉出来 挖出来 那看到我 你常常就会看到说 因为我是用这种观念在对待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还没看到他 想到他的时候就气 有没有 其实什么东西 你想起来 事实上是你的观念 不是他的行为 是你的那个取角 是你的某种盲点 那他当然是累积 很多缘起而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造成你跟他之间 你看你就那种 有那种化不开的那个结一样 那就容易怎么样呢 你看你就在那个境界当中 随时会受苦 所以自觉性的 我们怎么样在看我们的小孩 会不会是太一厢情愿了 太不了解他了 而所以给他太多的压力了 有没有 或者太不了解他了 然后所以对他做了很多 那个不必要的那个投射 那让他呢 跟我们之间呢 好像就好像那个 那个没有办法沟通 那常常都觉得 他好像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以前我们说在 在这种教育学里面 有没有 儿童教育的那个过程 有一种叫风筝理论 有一阵子很流行 对不对 就说 孩子呢 你不能带他那种太近 因为他需要活动空间 但是你又不能整个放掉 所以那好像有一根线拉着 但是又给他那个自由度 但是空中间有背 但是爸爸妈妈呢 至少知道说 跟他之间有一个线 有一个线 就是有一个联系 这个样子 但是有时候常常变成断线一样 有没有 但是比如说如果有这种 中文我们就要去想 这是小孩子的问题呢 是小孩子的问题吗 还是我们真的跟这个小孩子 在互动当中 也有某一部分 我们可以做比较恰当的 这种修正的 那你就会 透过这些过程来看到 慢慢看到说 我是这样在看待我自己的 等于说 因为我这样在操作 所以原来别人 比如说小孩子 先生 有没有 哥哥姐姐 他们是变成 用这样的角度 在看我的 等于说 你的自我形象 跟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 你要去check一下 其实口都出在这里 你这样看自己 但是别人不是这样看你的 但是你一直这样看自己 然后投资你自以为是的 感情跟期待 有没有 跟你的观念跟想 但是呢 可能都是 造成别人很大的这种压力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纵使对方有善意 他想要调整他自己 有时候也会变得困难 因为等于 你好像没有留下那个空间 结果很多 比较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发现 结果本来你看 在这样的一个生死轮回的过程 虽然是缘起 不是谁在 谁在决定 但是呢 他就是彼此之间 一定有这样的 比如说这种感情上的关联 牵连 血缘上的牵连 种种 然后或者种种 比如说像这些 我们说那种 种种的恩怨情仇 简单这样讲 那在这一场人间事里头 结果又不只是 没有办法圆满他 有没有 那反而又制造了一场 看起来好像又是一场灾难跟痛苦 知道吗 那这样很划不来 这样会很划不来 所以 自觉性的 把自己的亲友 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团 然后在这里头 做一种自觉性的修炼 就是呢 透过亲友 跟我们之间那个互动 就好像呢 你就看到说 他像一面镜子一样 从那里头去看到我们自己 你看像我们说很多的 以前的那个爸爸妈妈 他们后来会 为什么会有时候会变成 跟他脑过困 有没有 然后等于说有很多 感觉上很悲剧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过程当中 他们比如说 比较强调那种日本式的 比如说 特别是台湾男人 表面最新共的 说这个日本精神 有没有 但是他就 他不跟小孩子沟通 不跟小孩子沟通 但是事上他又期待 小孩子能够给他温柔的那种对待 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温柔的感情 但是他老是一副 那个日本男人的样子 比如说有没有 他那个沟通是主角的 但是呢 他会没有 他就想说他就没有办法反省出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的提醒是 比如说这是一个例子 那所以怎么样呢 要懂得从别人 你的眷属的那个眼中 回头来审查你自己 那这样呢 我们就容易看到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那么多的痛苦烦恼呢 它的来源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就能够自觉性的去处理掉 而且透过这个过程呢 那又会变成怎么样呢 是自己身心灵上面 有没有 一种改造的过程 它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呢 才无往于一场那个 有很多的那个复杂的元起 因缘所 等说那个原生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眷属关系 是这一点 是 希望说那个能够让 让诸位师兄 师姐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然后提早 能够更自觉这个样子 那所以其实这就 牵涉到我们 那个前面几个演讲里头 讲到的八正道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说 对于生命要有一种 正确的看待 对 它是 它真的就是元起的 对 就是元起的 你看我们这个身心 它就是元起而 元身的现象 整个世间都是这个样子 不管你从 比较良性的关系的对待 或者说不良的关系的对待 从 从主体跟客体 跟客体跟主体 有没有 形成的那个关系 它都是不断地在变化 那所以 从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件事情 我们是随时可以 有没有 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状态当中 做最好的调控 如果你愿意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元起的 只要你投入新的因素 你的新的想法 新的表现方式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情境 它就会慢慢改变 所以等于说 要有这样的一种 正确的对于生命的这种 我们说元起的这种政见 所以我们就不会悲观 但是也不会过度乐观 因为一切都在 现实上面 一切就是一种 原生的这种条件的变化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有一个 良好的一个眷属关系 那我们就要去自觉说 那在这样的一种 元起的条件的 每一个当下 在做会的时候 在对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 随时调控 觉察 你要能够觉察 自己身口异性的这种冲动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 调控自己的身口异性 让他在这个 透过这个当下的 自觉性的努力 有没有 导向于一个 更良善的关系的对待 这样清楚吗 所以其实他是不能懈怠的 不如害他 你知道吗 我一直就说 你看这是一个很 我们以前都不太清楚 以前常常为什么 结婚的时候 到最后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很多人想说 结了一段座就哭泻了 他说那就只有 你就是我老婆 我就你先生 所以对彼此的关心 然后变成是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那慢慢就变成很淡漠 然后又是觉得 别人关心我是理所当然的 而不是我关心他是理所当然的 你知道吗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 以为说这样因为结婚了 透过那个公开仪式了 然后就能够怎么样 其实没办法 反而那个公开仪式 造成彼此关系 我们用现代话来讲 在关系的金银上面的懈怠 你看到吗 当时男女朋友的时候 好到要死 好吗 结了没三天 就病了 通常这样 我们以前碰到一对朋友 那个女人实在有过惨的 她那个男朋友 使命追 使命追 追上她 然后呢 结婚 结婚完 那个喜事办完 回到家 她那个老公 马上变脸 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一直搬这样 因为是朋友 那就是她那天 晚上 那个女孩子 晚上就打电话 问说可不可以离婚 我马上打电话问律师 那律师说 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 你看 所以 所以她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本来在结婚之前 是那个样子 怎么才结婚仪式一做完 事情都 那个 很难 就是说 其实事情的发生 很少是真的在我们自己 能够掌控的 随时都有各种不同的 姻缘条件在变化 比如说你看像 我原本以为说 那个 我从 那个 关路到这边 那基本上大概 二十分钟 一定会到那个车库那边 结果今天下雨 然后 结果那边塞得很厉害 摄牌路塞得很厉害 就又慢 那听说 她随时都在变化的 一切都在变化当中 有没有 所以 我们如果说 想要呢 能够去 善待自己的生命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要下功夫 那彼此之间的关联跟对待 真的要下功夫 怎么样跟小孩子对待 怎么样跟爸爸妈妈对待 有没有 真的是要下功夫 有没有 证件 所以有这个证件 然后你有个正确的导向 那再来就是 这几个星期 然后 大概我们 第十堂了 所以第十个星期下来 前面九个星期 听到的大概是 同学都说 周老师讲的法都蛮好的 有没有 但是都怎么样 都有但是 有没有 但是很难 很难做到 有没有 其实这是观念问题 这真的是观念问题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厘清 不是知道就 不是说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做到 这不是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不知道 大概不会做到 所以是知道了之后 要学习怎么去做 其实是这个问题 那你要怎么去做 你看你要先知道 那我们知道就是什么 就是觉察觉知 有了适当的认识之后 我们说有建立了正确的 那种人间的这种 对待的这种观念 然后愿意学习往这个方向 我们说政治 所以你看下面就怎么样 随时调整你的行为 调整你的语言 调整你的生活 但它有 这下是什么呢 所以当看到自己 有不恰当的这种 对待的那种行为 产生的时候 要怎么样 很快速地去断除它 你要看到 然后愿意去断除它 才有真正在学习 你如果看到 你又没在挡 你又没在挡 所以现在 反正说是你不愿意去断除 去舍断那原本的错误的对待 不是说 不是说断除那个 那个错误的对待 是困难的 这样的意思 是你不想改变 是你不想改变 就是说你的心 根本没有想要改变 所以你会觉得改变很困难 我现在在说是这个意思 你的心如果想要改变 你的心如果想要改变 其实它就会改变 因为我们有跟大家讲这样的方法 你看那说要怎么样 觉察到当下 你看它第二过来 就变成怎么样 所以你要正念 其实正念就是一种觉察 我们简单的说 就说随时知道你在闭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在怎么动 我们说觉知 觉知就是觉察的意思 这在佛法里就是正念 那你要能够正念 随时去培育这个正念 那有同学说正念很难 有没有 怎么会难 你看你现在有听到电话的声音 知道听到电话的声音 你看你知道这个就是觉知 你看你如果说 这个电话的声音很好听 你看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电话声音很好听 你看你那个喜悦的感觉生气 那如果你听到电话声 反应变成 这个时候在胸口 那些人都没有去关电话 你看你又觉知到你生起这样的念头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就是觉察力的训练 其实这就是内观的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这就是内观 等于说随时在我们 你看刚刚是耳根触到深层 有没有 生起耳是知道听到声音 知道这是电话铃声 你看这是响 然后我们就会对他下判断 这好听 这坏听 然后再想说 你看这也是判断响 好听我们就感觉蛮好听的 喜欢是行一字 然后不喜欢就是也是行 是称心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其实那个应该 跟关那个什么 关手机啊 这又是一个响 那这里在做这个响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判断 在这样的场合 不管手机是不太有礼貌的 你看这又形成一个论断 那这些论断 它又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心灵上面的种种变化 看到没有 这就叫做绝杂力 这就是内观 其实这就是在生活上面残修 所以佛所说六处入处 一切都在六处入处 一切法都是六处入处 就是说六处入处包含什么呢 六根嘛 眼耳鼻子的生意根 处得起色身相位处法 处到这些色尘 生起六四 所以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一切的死命经验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的禅修 是在我们的六处入处 就是我们六根的这种经验上面 把觉察力带上去 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 现在我们的心里又变什么 这样 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你看 你只有透过这种觉察力的培育 你看我们才有办法成长 这样看到没有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超越 不自觉的那个意识习气 本身的覆盖 对 所以呢 你看那你如果说 愿意很自觉性的 把跟亲友的对待 当成是自己生命提升的一个 历练的一个道场 不得不如此 对不对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每天都带着一张布仔面 有没有 那很麻烦 很辛苦 对不对 那所以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就变成说 自觉性的在 对待的当下 过程 有没有 随时保持觉察力 好 这样清楚这个意思吗 那现在说 这样难不难 觉察力难不难 觉察力不难 对不对 但是 不断的去培育它是难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 这就是重点 这就是重点 觉察力本身 你看 我们需要去找 释迦摩尼佛才有吗 有没有看到 没有 所以不是去心外求法 这是先强调这一点 不用到心外去求 因为那就是 你的心本身 具有的特性 但是你愿不愿意 把这个心的 心灵的这种 纯然的觉知的能力 培育出来 让你变成一个明眼人 有没有 眼睛开的人 眼睛金的人 你知道你自己在变什么 所以你就容易说 知道别人在变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彼此一段 在变什么 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就会 那个自知之明 会一直升起 那自知之明越升起 所以就会有知人之明 那有知人之明 有知知之明 所以就更容易知道说 在 人体 在这个当下的 那个对待当中 互动当中 怎么样是一个 最好的方式 对不对 这样理论上天球 好 那现在再来谈一个 心灵上面的问题 你看 我简单说 你们想看看 我们现在知道 觉察是这件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 我身体累累的 这就是一种觉知力 好 那你看 培育觉察力 会比吃饭更困难 太好了 有没有 看到没有 想一想 其实我们吃东西 真的很困难 你看 你要上菜市场 去买东西 有没有 买完回来 你一定要洗 洗才下锅 对 然后下锅之后 要煮好 还要配料 配味 那你看 你还要主角 那你还有 不错的牙齿 舌头 然后你看 食道 肠胃 让你才能够消化它 有没有 然后呢 再透过大肠排泄出去 看到什么 我们每天 其实都在做 很复杂的工作 吃饭本身 而且是很辛苦的 都要对 你看 都从外面拿进来 你感受吗 都是身心之外的东西 拿进来的 那不是更累 你觉察就觉察而已 然后你看 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 随着情绪 或者身体的觉受在变化 那马上觉察 马上舌断 马上调整 有没有 那这种比较困难 想一下 吃饭比较困难 还是觉察力的培育 比较困难 想一下 因为我这几年 等于说 大概算是十年 左右就一直在说法 那慢慢发现 其实很多 就是基本关键的问题 觉察力的培育 事实上只要一种 只要带上自觉就好了 对 因为那是心灵本在的特性 那你看 我们要吃一顿饭 都这么困难 要喝水也很困难 有没有 你如果没有过滤 你要去煮开它 不然你不敢喝 那你要煮开水 你看要有瓦斯 要瓦斯还不够 要有瓦斯炉 有没有 其实是这样 那有瓦斯炉 有瓦斯 有瓦斯炉还不够 你还要有水壶 水壶还不能破洞 有没有 那它才能够煮出开水来 那你要还有开水 你看还有这个杯子 一点串追看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人间里头 我们颠倒了 我们颠倒了 我们不自觉地 把原本最容易做的事情 然后最有价值的事情 忘记了 放下来了 然后不断地去追求 我们身心以外的那个东西 然后反而会以为说 那些比较简单 比如你看 你们有没有人在玩股票 玩股票比较难 还是觉察力比较难 就这么简单 股票的 你看是他们在决定的 觉察力的赔与 完全存乎一新 叫这个意思吗 所以但是你又发现这件事情 你有很多钱 或者你的那个 你的买了很多菜 然后煮的饭很好吃 但是你如果心情不好 你买到买 走到买 煮到买 但是没人跟你吃 你也是很不高兴的 这样你看 你看 那你如果在当下 你看你马上觉知到自己的 这种情绪上面的转化 有没有 你能够释放开 哇 小子没回来 小子也没回来 这样有够清清 然后那烛烛点上去 自己享受自己煮的 一顿大餐 有没有 谁比较聪明 你看 这就是觉察力的意思 你能够觉察到当下 有没有 自己身心 就是身心灵的这种状态 然后能够政治 有没有 正确的导向 你看你整个境界马上转换 所以呢 那再来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了吗 那再来 我们每天 为了吃饭 你看 为了这个八道 你要过三档 为了过三档 你看 你看我们每天要工作八小时 对 也是很累 累了之后又要来这边听法 更累 对 这样就可以吃吗 因为我们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为了维持这个色身 为了吃饭 你看我们宁愿 有没有 把所有的生命的能量 都投注在为了吃饭 这件事情上面 好了 那我简单问一句话 那你看 我们不要说 那个每天八个钟头 培育觉察力 有没有 不用那么辛苦 因为做觉察力 培在这边 就可以培育出来 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们吃饭是这么辛苦 但是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在吃 我们工作是这么辛苦 我们每天都在做 有没有 但是培育觉察力 是这么致命的 就是这么重要 而且是这么简单的 完全关乎到我们生命的 信或者不信 甚至此事跟踏事 都有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力的 有没有 结果 我们没在对用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叫颠倒 我就说这个意思 这就是 一般我们说 众生 很多人 人们容易沉沦在 有没有 所谓的世间变成一片苦海 变成苦海一片 道理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他找不到方向 他把他的生命的能量 的主要的那个焦点 放错方向了 他要追求幸福 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 能够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没有问题 这天经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梦想 或者有这样的希望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 幸福的这种累积当中 我们看得到 经济是一定要的 对不对 适当的物质 经济条件 这是现代社会必备的 有了这些之后 未必又会有 就是说经济条件 物质条件 具足了 你未必会有这样 就能够达到你的幸福 跟安乐 对不对 很清楚 就刚讲的 你不是没饭汤 你又是吃满汉泉洗 有没有 但是你看你可能会吃得 满肚子怒火 都吃不下去 对 那就什么呢 你没 如果说 在这个人间的幸福的 追求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这种 转化自己的这种 起心动念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常常我们就变成怎么样 变成境界的奴隶 对 那这个觉察力 跟转换 有没有 觉知 然后去转换自己的这种 让自己跟别人受苦的这种 身心的这种习气 当然需要下点功夫 吃饭就要用功夫 连这种功夫 当然也是要用功夫 但是我要强调是 它不会比吃饭更累 它不会比吃饭付出更多 不会 不会 你要吃饭 或是为了吃一项饭 你发觉就说 你要有很多专家 你要买菜 人家不要买菜 你要买菜 如果没有人家买菜 你要买菜 如果天地不容 没有菜可以吃的 你种子要种 也没有人有办法种 你看 看到没有 那是什么 因缘条件 有很多的原生的条件 它等于说 基本上它都比较属于 向外面的 那我们说觉察力的培育 它就是随时都在 你只要自觉 知道这件事情 有这个觉察力 有这个正念的力道 然后尽可能地 给自己时间去锻炼它 我们说基本上 平常能够说 心安静下来 每天20分钟到40分钟 慢慢习惯之后 40分钟到一个钟头 让整个心安静下来 那你安静下来 心比较安静 这是子的力量的培育 那慢慢 因为心就比较不容易 那么冲动 那所以在生活上面 在六根接触境界的时候 你那个自然的 内在的空间就会出来 你那个觉察力 带上去之后 你就发现说 你慢慢觉得 你在接触境界 你会发现 你会像那个钟里面的 那个钟锤 你的心像是 那里面 那个钟 那钟锤 然后你那个钟 那个罩 好像把你防护住 你跟外面这个世界 它就是有这个钟罩 把你防护住 你的心 跟这个时间 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让你回旋的 那我们的心 如果不安静 那没有这个觉察力 随时会怎么样 六根触道境界 就粘上去了 就是这样 就是在这里 在受苦 所以禅修 就是要禅修出这个力大 心安止下来 随时在自己的 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就是生活的境界来面 随时觉察 然后随时调伏 随时转向 这就是正念的培育 你看那你有这种 正念的培育 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 你建立了 这个人间的 八正道的思想 要不要再重复一次 清楚的认识到 这一切都是缘起的 所以不是没有 有缘起 我们有爸爸 有妈妈 有小孩 有老婆 有儿子 有工作伙伴 种种 但是这些都是缘起的 所以只能做 恰当的对待 而不能硬要去 强烈的持续 因为这一切都互相影响 但是不是说 你能决定什么的 是侯兄必须在的应用 缘起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所以我如果要在世间 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不能出心大意的 知道吗 我们都想哭泽 想说老公要爱我 儿子爱听我 母亲爱对我 都想哭泽 但是我跟他在讲 就是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问题就是说 纵使说妈妈很爱你 但是你看 你的心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的心在哪里 有没有 妈妈在爱你 你也不会知道 甚至妈妈在爱你 你可能会觉得 那个妈妈是在捣扰你 对不对 那妈妈如果不知道说 你的爱变成 对小孩子的一种捣扰 你就会怎么样 爱得很辛苦 不是吗 所以你看 你这样看到吗 所以你真正要掌握 我们做一个世间人 要掌握人间的这种幸福 要真的要去建立 这种缘起的证件 建立这种缘起的证件 所以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 心敞开 知道呢 虽然我想要抓什么 但是呢 我知道不能抓 所以我就从这 你看这里头就有调整跟释放 那虽然我不能抓 但是呢 我可以在每一个境界当中 做多尽力 有没有 做最适当的这种处理 跟对待 所以我们上礼拜说 正见缘起 然后怎么样 活在当下 有没有 所以你那个活在当下 就是怎么样 正念 有没有 这样坚持 你看 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 所以你看 只有大概 你看你建立了这种缘起正见的 然后呢 培育出这种 自觉性的 主要想培育自己的这种觉察力 然后愿意在缘起 缘生的这些境界当中 然后呢 自觉性的去调伏自己的 这些贪嗔痴的习气 然后去 甚至去断除它 才可以讲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幸福就由我不由天了 你只有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肯定的说 幸福在我手上 不是说家的老公 有没有 那你看 一下子本来以为 应该幸福美满 哇 那个晚上马上变脸 所以那个朋友 那天结婚 那天晚上就 告个 那个 就快翻了这样 这样 讲清楚这个意思 依据巴正道的这种思维 来行使这种人间的对待 我们的亲戚朋友 就会变成我们生命的成长团 然后那个 正见缘起 然后活在当下 所以你要培育这样的一种 尽可能的 培育这种政治正念 好 那我们那个先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讲了 境界是一面镜子 境界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到那个境界 比如你看那不可以的境界 你看我们就会 照到自己 那个心灵的火焰 就哔哔哔哔那边烧起来 那 这里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愿意在这个境界当中 接受这个境界的磨练 来超越自己心灵的格爱吗 这个要带上自觉 都主管 不是主管 是你要自觉 就像刚刚你讲 那除非我离开这个环境 但是那我们一般会 那我不就这样 被这个境界给打败 就像一只那个 被吓坏的小狗夹着尾巴 跑掉了吗 我要这样做这样的选择吗 我只能这样吗 你要先自己看清楚 因为等于说事实上 你妈妈你刚才说 怎么样去回应境界 是你随时 你可以决定的 我们刚刚讲的 一切都是源起的 心灵的空间非常大 心的转向的力量 不只是360度 它是360度上面的360次方 心吗 心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说 你如果像说 在生活上面 每天要碰这个人 那其实 你们有没有这样 同样类型的经验 我们每天 遇到这个 让我们有头戴面的人 好吗 在我们人生过程 他都会变成什么 他就是我们的上司 其实 比如说我都说什么 我们刚刚才 我们刚才 不会不高兴 但是我看到他 你有没有 只有看到他 还没看到他 听到他的脚步声 有没有 心就马上受感 而且这在看什么呢 这样就是看到 你看我们的心的墙围 围墙 我们对这个人 对这件事 你看我们是 有铁 有那个什么 竹笠巴的 甚至不是竹笠 是柏林围墙 你看厚厚的柏林围墙 挡在那个地方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注意看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你觉得是你在阻挡他 还是事实上 你被你自己心灵的围墙 给阻挡住了呢 看好 看清楚 这就是生命的苦难 在佛法里头 就是我们 这叫 比如碰到不可一见 这叫做称心结 你看你有称心结 你就像那个 那个长头发被抓住了一样 就被弄掉了 碰到境界 有时候起很强烈的贪心 就好像那个 那个苍蝇 就被黏梯黏住了 叫称心结 有咳 所以你就被 会被绑住 有结 你看就有辅 束缚的辅 有那个心结 就会由这个心结 而来形成那个束缚 所以你看 为什么有些那个夫妻 就是缘少人 本来丹乱 现在变缘少人 你看 那他们彼此之间 真的是有千千结 有没有 看到没有 都被 都被自己的 投射出去的那个心结 那个情结 给绑住了 看到没有 你敢不成事 那所以这就是说 在境界当中 修炼的意思 你刚才会说 就像刚刚那个同学 那不然我离开好了 那你离开 你就等说可以 你说不然 我在这个境界上 会发疯 我已经开始 不好处理 那我们 你如果说在心理学 心理的调整上面 我们看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 佛法里头也有 叫做深远离跟心远离 就是说 触到这个境界 你如果没有办法 自觉性的 做心灵的超越 那这样的下去 我会很苦 然后我甚至会发疯 那我是要怎么 离境 叫做离境 所以是深远离 辛苦 离过这个境界 但是 它是不得不得 因为那毕竟 那个变化 就是说你所要 单代跟变化的事情 会比较多 那可能我要离开 这个工作 那现在讨论 没得好处 你看我有经济上面的压力 比如说这样 那所以是再怎么样 先要做的是心远离 就是做到这些境界 看到我自己心灵上面的 这些围墙 然后我想办法把它打开 然后我打开我的心灵的围墙 不是在压抑自己 而是怎么样 自觉性的是变成 自己心灵的包容力的扩充 心灵境界 心灵世界的扩大 这样会差很多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你们比较年轻 可能点不太懂这个意思 因为其实 跟没有人心的过程 我们看出来 生命成长的秘密 就是这个 生命的成长 不是来自于说 我获得 那个享受 享受多少感官上面的快乐跟满足 不然你会有一个快乐的人 就是这样而已 如果都有如意的境界 有没有 他就是这样而已 他的心灵的内在的境界 跟空间 拉不大 他不容易成熟 所以都反而是 在这个人间式的过程当中 你看碰到 比如说 有时候有小孩子的问题的 他就会 妈妈到时候能反省自己的时候 你看他又超越 小孩子处理的 小孩子问题处理完了 又变成 小三的问题 他又处理完 他又超越 他是透过生命的很多的历练 然后把他那种 成熟而独立的心灵历练出来的 淬炼出来 是这样 所以我们接触过很多 那个在 等于说在学习这种原始佛法 或者说心灵成长的过程的 这些人 我们都看到这件事情 痛苦 痛苦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说 爱备离 或者守求不得 或者冤证会 那常常我们把它总结 就叫做守求不得 你爱爱不对 这样就好了 所以就会冤证会 那就会怎么样 他的心灵 造成在这个境界上面的 那种受苦 撞击 因为他不接受 所以他从他接在这个地方 那执着在这个苦上面 我们看好像就会变成 像一种自虐的那种状态 他可能有很多种变形 有的可能说 变工作狂 有的可能就 我什么都没差 有的你会发现 这种人常常 随时内在里头 有个火山 他的身体 其实都常常会很不舒服 有的时候 那他们怎么办 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呢 找自己生命的出路 那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那在找出路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碰到 到这样的关键的一个问题上面来 你心有没有办法对它打开 已经发生了 已经存在了 你心能够回避它 会假装它不发生 或者再去希望它不发生 有没有 或者你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希望它发生 但它都已经发生 是要这个意思吗 所以就是你的心 要再对意见发现的事情 或者说人事物 尽见你看你的心 还是对它在抗拒 那在抗拒 你看你就会怎么样 受苦啊 你就是一直受苦啊 一直受苦啊 受苦到怎么样呢 两种事情 一种就是你离开 一种就是你自己心量打开了 包容它了 那不然就是 那个有的人比较坏 有没有 不是我离开 我想办法让你离开 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 在人间事里头 我们说 比较自觉性的去成熟善缘 比较好 增上善缘 然后因为 你如果越了解生命 你就看到说 我们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让我们看起来 好像我们很不喜欢 因为呢 很多人在受苦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 就是说他对生命不了解 然后他也没有那个 去驾驭自己的生命经验 驾驭自己在生活当中的 那个能力 所以他已经累积了很多苦了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他不是故意伤害你的 他没有那个意思 其实大部分的人 没有人愿意伤害别人的 其实 一定是一个痛苦的人 烦恼的人 他好像会去伤害到别人 但是其实你注意去看 他不是故意的 因为就是他在受苦 就是他受伤害 但他没有办法消化 那个生命里头的痛苦 然后他表现出来 在那个痛苦 在那个挫伤 在那个挫败当中的 那种力量 有没有 蹦出来 变成他的 比如说变成他的蜜 的那个神情 变成他的语言 动作他的口气 他都不是故意的 知道这个意思吗 因为他没有驾驭 自己生命能量的能力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比如说 做到一些事情 你看我们领行 我们说大生 还是说变成要跟拍的 我们不是条故意 你明白吗 是我们被那个境界 有没有 六入住 住到那个境界 有没有 攀缘四住 劣心攀住了 援住了 取杂了 有没有 所以他蹦出去 又驱动你的 内在的能量 有没有 然后变成你的 那个六根状态 又出去 他是这样 所以其实没有人 故意要让人受苦 那是他在受苦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这样 你看众生都在 避苦屈乐 因为他不自觉 说我都想要找快乐 要逗拔通过 天哪里 哪里有好处 让你听 想到快乐 都不用去 那个面对 反对得通过 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自觉 你看像 我要找一个好同事 做我变变 有没有 我不要这个 避苦屈乐 甘然说得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隔爱 那有没有办法 变成自己 好 我坐在你这边 然后我审查我的心灵 能不能自觉性的 在这里头 一直去感觉 自己在对抗上面的苦 然后慢慢去体贴到说 所以如果他的生命 你看 他的生命 如果在 他的生命境界里头 有诸多没有办法 消化的这种对抗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现在一样 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灵魂 那我们你看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就能体贴过去 你就能够体贴到他 所以体贴到他 不是说什么特别神圣的意思 体贴到他指怎么样 看到生命苦的这种实相 所以我们说苦能软肩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真正看到生命里头 这种无法抑恶的这种苦难 人间里头 众生这种无法抑恶的这种苦难 我们的心就不会那么刚强 那么刚硬 你看到 其实就是一个受苦的人 他真的会给他受苦 他要受苦不是 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我们 今天那个同学没来 他之前在北投 好像 他就也是他的工作地方 他说 老师我真惨 他说他坐在那么多警察 每天早上到办公地方 都会感觉到那个人 凶巴巴的 然后情绪很不好 很痛苦 甚至因为他就跟他坐隔壁桌 他会觉得 好像这个人 故意在那边弄得大小声 让他很烦这样 但是我问他说 你敢有改善吗 说没有 你想他刚才跳过 要改善吗 也应该是没 说不然他怎么会这样 那他说 他好像很痛苦 我说对 你要去看到 他是一个很痛苦的人 他真的慢慢去注意观察 他对了 他都不是 他坐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男人 根本就无视于他的存在 他是挖在痛苦的情绪里面 他就不知道 他那是一种 有点忧郁症跟躁郁症的 这种现象的人 所以他根本不是故意的 他是自己在痛苦 他自己在痛苦 然后我们这个同学就以为说 他在让他那个 刚刚要乱了 所以他每天去上班 每天都很痛苦 然后后来他看到了 这个是一个受苦的心灵 所以他心就慢慢释放 所以他本来 他每天去 都带着敌意去 今天 我又要来这边受苦 不然又要来坐在你的旁边 那敏感的人 这个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会知道 你如果带着一种 敌对的心情来 你们现在大概知道 心灵的波动频率不一样 是说不错而已 但是都会感应到 不是很多人喜欢求感应吗 都会有感应的 都会有感应的 纵使你不讲话 所以那因为你有那种心 你看你有一个敌对的心 那这是一个痛苦的能量 这个痛苦的能量 他本来是在这边 可能是 比如说他的痛苦的能量 是59分 那你有2分 那你坐到他边边的时候 你把这种2分的频率 这种痛苦频率的波动 你看你跟他产生共振 他产生同步共振 所以他就变成61分 61分的痛苦 61分的及格 你知道吗 意思是吗 急不急 所以很强大 对你来讲就很强大 你就难受了 但是他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但是他就自然这个样子 后来这个朋友自己实验 我说那你等于说 不管你怎么样 你慢慢看到他的苦 然后特别是早上 自己要放松心情 然后来的时候 带着祝福的心 祝福他 然后比如说你就常常 真的用心 不是刚才成功用的 希望说他 今天比较快乐 昨天蛮快 昨天比较快乐 今天常常就是这样 去祝福他 对他没有敌意 他说不知道几个 几个礼拜还是突然 怎么 老师很奇怪 怎么他会跟我笑 你知道吗 就改变了 在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痛苦 是不是变成他的丧失 看到没有 因为他 因为这个人 那他不逃避 有没有 他不是说你去死后 你不要告诉命 他本来是这样 是诅咒的心 但是没法到 他不是老板 但是所以他只能 在这个境界当中 扩充自己的心量 有没有 含运这个痛苦的生命 他成功 结果甚至那个人反而 对别人都还不太好 但对他特别好 因为他每天都希望他快乐 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那种体贴的 那个氛围 那个心灵的波动 在跟他相处 结果改变了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 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这就是一种 为什么我会跟你提醒说 这就是你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的第一个丧失 他给你看情之后 你心灵 就是说你的心有多大 你的心目前只有这样 你要怎么样 你要再包容我 包容他 你的心更大 有没有 你才能够快乐 那你要发现这件事情 你心更大之后 又有更大的 更大的东西在这边 在等着你挑战你 你要再能够去扩大 你要再能够去扩大 这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秘密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看清楚了 你会发现说 受苦非常有意义 因为受苦 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心灵上面的隔来 但是我要讲 有没有 你不要说周老师这个风凉话 我如果不是这样走过来 没有今天 不会这个样子 我走过 你们有时候 你看到那个书 有没有 有看过以前 什么运动 有没有 我是用非常激烈的手段 在从事那种 所谓的那些社会政治运动 那在那过程当中 自己受伤非常非常严重 那在自己所投射的那种能力 能量理想 然后彼此之间关系 甚至在家庭关系各方面 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但是就是因为那么多的 那个痛苦的那个历练 让我回头 让我回头 看自己 所以当我那时候 退到山上去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呢 我是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没有笑容 在我还没有正式 接触到阿含经之前 有两年的时间都不会笑了 不要笑 不是说你笑得还开心 不会笑 笑非常重要 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笑瑜伽 有没有 常常让自己开怀大笑 其实就能治疗忧郁症的 事实上是这样 而且也会治疗胸壁症 所以笑是很好的 好 那你看 你看那 奇怪怎么 长时期都不会笑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那因为政治上面 在这方面出问题 那自己自己总要调整自己吧 那我说 那我还有什么事情会喜欢 我就想说 不行这样 那我不能让自己 这样子苦闷下去 那我就问自己 还有什么事情 是我自己喜欢做的呢 你看 做自己喜欢做的 我小时候 我好像想当画家 那 不如来画图好了 画图画看看 那因为我以前就 常常去画画 然后代表学校去比赛 所以画图我不用人家教 但是我以前没有画过油画 那我就 好 那我就 我就想说 那我来画油画好了 那画画 你知道我画的一张 第一张图是什么 自画像 那什么样自画像呢 无声的呐喊 痛苦的呐喊的自画像 但是呢 画出那张之后 我开心了 那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影像 但是可能是因为画画 那你终于把它画出来 好像我们说在创作一样 它变成一个作品 然后你看到了 是 那个嘴巴张得大大的 跟他那个绝望 像那个孟克的 有一张那个 呐喊 有没有 孟克有一张呐喊的 那个图 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因为经验跟体验到 生命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恰当的对待 不知道怎么样去随顺 缘起而坐 适当的对待 自己硬硬要怎么 就会像怎么样呢 螳螂要去挡车一样 螳螂挡车一定怎么样 他那两只 自己感到最佣的 会先断去 一定是先自己责错自己 他就是这样 但是那我们台湾话 有觉得说 少年 那是什么 少年 生生要有一次公 不然路边怎么会有 有什么幽厌公 有没有 意思就是 年轻人就是自然 有没有 他会有他的理想 会有他的猖狂 对 然后不然的话 什么叫做年轻人 对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 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但是 你要让付出的代价有意义 所以我刚开始 在跟人家说佛法的时候 我都一直提醒这点 你要让你的痛苦有意义 让你的受苦变得有意义 其实这就是佛法里的苦胜地 如实之 这是苦 那造成这个苦的原因是 你看是我们的冲撞 是我们的持取 是我们的无名 有没有 所以不是别人 让你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些政党 不是这个时代 让你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转化 但是 你选择的是一个 不是恰当的方式 所以你看 你就会受苦受得很厉害 比如说 那你怎么样 你如果要让你的痛苦烦恼减少 你看 你就要去 好不好 是处理家庭 不是处理老人 是处理自己对问题的取假 是处理自己 怎么样在表达自己 很多的那些 都是你该修正的 都是 都不在别人 因为你要改变别人 是凭什么 你要改变的是只有你自己 你真正去认清楚这点 而且怎么样 找到 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那个方法 不得不 就是说你要如何 认清楚现实 有没有 不是斗得你死我亡 不用这个样子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扉 打开我们的心窗 就够了 让他进来 就没事了 风飞飞飞 像那条歌 那不是 打开心来的梦汤 有没有 就这样 你打开 你打开 你这样就看到他很苦 那很苦 你看你就能够 跟他的苦 有没有 去共存 那你就不会去抗拒他 那透过这个过程 你看我们就成熟了 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超越了 好 在这个过程 我们人生会有 接踵而来的 这些历练 其实会到什么时候呢 到有一个状态 你对你自己的这些 好像你原本 属于你私情的部分 你大概都能够了了 你就说你已经 没有那个问题 而你没有限力 在那个属于 比较自我的 那个格局里面了 天地就会给你 新的课题 你要不要更大 你要不要更成熟 你要不要更有承担 又会有新的课题产生 这都没有办法 强求 我意思是说 有的人现在 他就只有 他的能耐 跟他的智慧 就是要在家庭里面 去历练 他就在家庭 在工作里面历练 那有的人 他这些课程 他经过了 他学过了 他可能变成怎么样 比如说 他就要做更大层面的 付出跟贡献 他那个机缘 就会一直来 那你如果不到 他就不到 你嫁要怎么 你也没办法 你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跟四圣地一样 四圣地像楼梯 佛祖说 你要先苦地如实之 你真的要知道无常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说 在无常的境界里头 你如果有贪欲跟直举 就会带来痛苦 你就不会知道 极地 所以 你真正看到痛苦烦恼的原因 你才会知道 怎么去灭祖他 所以你懂得去灭祖他了 就会自觉性地 走在巴胜道上面 你看你一个自觉性 走在巴胜道上面的 那样的灵魂 我们说那样的心灵 你看你就能够承担起 自己的生命上面的苦难了 就等于说 你可以在自己的生命的苦难当中 去超越 去学习 这样清楚吗 那你看 你就能够去帮助别人 承担跟超越他生命的苦难 有没有 这就叫做自立立他 你一定要能够 在自身 这是源起的条件底下 的这样的一种的氛围里面 看到生命里头的种种格爱 然后你能够看到 而又能够逐次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一次 我从来不这样讲 佛陀的讲法 其实都是有剑刺 有剑刺 就是说它是一步一步来 因为这很简单 因为是源起的 你看 它本来是两个水 你说一下子变两个水 佛陀 你看你要加温 而且要持续的加温 加到一百度 要是还没有到一百度之前 突然没有瓦斯了 它就不会开的 你看源起 有很多因缘条件 有一个现象 才会好像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那种 我们的那个觉知里面 但是这个 这个已经显像出来的这个状态 其实它本身 是一个复杂的 源起的过程 对吧 那一百度之后就会怎么样 就又开始退下去了 变九十九九十八 知道这个意思吗 又改变了 整个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说 你的心如果 很亲民的 去深入 深思这个 无常 深入这个缘起 你会对生命 会有不同的领悟 是这样 那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就这样 所以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看 因为我们有围离 所以我们的生命境界就这样而已 那你看 你把你这个围离 围墙拉开了 有没有 你看你的领地就变成到这边 那这边你又会碰到障碍 有没有 这边再拿开 你看你又变到那边 你的内在的空间 心灵的空间就不断地扩大 扩大到最后怎么样 你看你能够包容天地 这时候就变成一个怎么样 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状态 它会比你 你没有办法想象那种自在 我们说要的那个东西 我们说幸福快乐 自在平安 因为那都随时 都是在你手上的 都不会在其他人身上 你对那些境界 有没有 本来是我们下礼拜要讲 你心灵独立了 你没有依赖了 因为你清楚知道说 只要你有任何的依赖 有没有 都会受苦 所以你看 佛祖啊 我对我来三魔地听法 请你保佑他赶快离开 我才会快乐 你看你只有医人 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你就不会这样想 你不会想要他离开 你就会变成 他是我心灵的隔岸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提醒 他让我感觉 我这里有一个堂盖在这里 那我怎么样 我要扩充 我拉开自己的这种心房 然后去包容他 就有成长 生命是这样的立场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走过来的路是这样 是这样 然后我也观察 我也观察 然后在这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 懂得在痛苦当中学习 然后能够再把痛苦跟烦恼 吃那个吃那个苦 吃出那个甘的味道 苦变甘 就变甘乳 就变从佛法里头讲的甘乳 你就会慢慢去了解说 生命 生命有它的轨迹 虽然是缘起的 但是它有它的那种 我们说它的那个韵律 所以有些是要自己走过才会知道 那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因为它生命它是一个缘起 所以事实上你能接触到的境界 本质上面 都是你这个内在的能量里头 可以去处理跟超越的 不然你处不当 其实 它很奇怪 我现在意思是说 你碰到原本认为你再大的痛苦 这句话你要记得 你之所以会碰到那个痛苦 是因为你的心知道 你可以去跨越它 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点 你就会变成说 所以这不是来打败你的 它是来历练你的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的部电影 那个曼德拉 他那叫什么 无惧的勇者 有没有看过吗 都没人看过 他在讲他们南非的足球队的事情 还是没人看过 然后呢 那个曼德拉他在 他后来因为他当选总统 然后黑人呢 很高兴 但是球队是白人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 我们黑人当权了 所以把那个白人球队解散 然后让那个 赶快变成我们黑人球队这样 但是曼德拉很清楚 白人球队是白人心目中的 那个等说小孩子或者大人里头 很多的偶像都在这里面 是他们的精神的一个 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那如果我一上台 我就把白人的球队解散 有没有 那表明就什么 表明就是黑白对立 那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要抉择 我是要让这个国家 黑白对抗下去 还是我忍受 有没有 暂时性的我们这些黑人同胞 对我的这种批评跟攻击 我要选择哪一种 你看他选择承担这个 被原本的同志攻击的这一面 他听说做东东是黑人 把他拿起来 但是他要过大球 所以他选择让白人的球队 甚至连队长都没换来 他们那时候参加那个 南非举办世界足球赛 有没有 他是他受到他们原本的黑人 很大的压力 但是那时候因为黑人当权 白人很沮丧 所以球员都没有斗志 根本打不赢 那没可能赢的 那你看曼德拉的智慧 那个故事是真的 那克林威斯特编的 就是去从曼德拉的 那个资传里头弄出来 他就找那个白人球队的 那个队长 找到到总统府去 然后跟他讲 就跟他谈一谈 就谈说你怎么样领导人 怎么样子 然后领导者好像是蛮重要的 这样跟他谈 他清清淡淡的谈 然后他跟他讲 他在狱中 他在狱中的一个故事 他说因为他被关了28年 他说在狱中的时候 常常 因为你们 就是原本的那个白人政府 那种镇压杀戮 那让他周边的 比如他们同样被关的 这些狱友 还有周边的讯息 都逼着他要发动暴力攻击 那只要他一发 一旦发动暴力攻击 就是血流成河 他说他每次在那个时候 他都以一种 颤抖的心灵在祈祷 因为那是他生命里头 最黑暗的时候 因为他就要做抉择 白人政权就淋虐他 不让他自由 你看我们一般人是怎么样 你如果说脱子有 把拼下来 管他的 他不顾我死活 我怎么需要顾他们死活 你看这是很自我中心的 那曼德拉说 他也有这种心灵落点 所以他就在那边祈祷 祈祷说 主啊 赐给我不败的力量 他就念一首英国诗人的诗 让我在这种黑暗的时刻里头 让我的灵魂 让我的心灵不被打败 所以他就挺立 他就挺在那个地方 他就是不去发动 这种暴力 所以透过那个过程 常常很多这种时候 这样忍下来 不然南非其实没有今天 你看 那曼德拉战胜了什么呢 他不是战胜了别人 是战胜了自己 有没有 所以他把这个故事 跟这个球队的那个队长讲 然后呢 后来那个队长呢 在他们比赛之前 政府就特别安排他们 去那个原本曼德拉关的地方 去那个看看 那个队长就在那边 对这个曼德拉当时候的 那个心灵很有感觉 就当回来你看 他的心灵好像被曼德拉洗过一样 就带着他的球队 一定要冲出来这样 结果就打赢世界冠军了 南非第一次足球赛 第一次得到世界冠军 是这样来的 那你看 如果我们不断地受限在 有没有 自己的痛苦 然后就在那边自爱自怜 有没有 自暴自弃 那暴力啊 有没有 然后你看 那就完啊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我现在讲的是 如果曼德拉的内在格局 没有到这个程度 他不会接受到这个考验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说 你要受的那个苦 其实跟你的心灵频率 它都有某种 就是说 它大概就那个样子 意思是说 就是你甘不去 天地就要你摘这种苦 你知道吗 他不会淹没你的 这是很特别的 不可能 要让你完全死 不可能 生命很特别 那这是纪念 这不 普通没有这样讲 这是纪念 你们自己去观察看看 那用这样的心境 你会去看到说 所以原来生命呢 其实 纵使再大的苦难 它都是一个善意的试炼 真的是这样 你看 有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老公劈腿 闭嘴之后 一哭恶闹三上吊 有没有 然后上吊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后来怎么样 那个 切切做两袋 有没有 那本来很痛苦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斩断了这一段 那个婚姻 然后内在的这种破裂 然后他寻求自己心灵上面 后来他成熟了 然后他高兴 那你看 那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婚姻上面的这种 痛苦的这种历练 有没有 他可能都是怎么样 现在九点钟 对 就没人机 有没有 打眼影 坐在这边 等他老公回来 对 但他现在变成 可以随时 那个很自觉性的 到处去听法学习 然后很自信 很有自信 很有自信心的一个 快乐的女人 这不是他原本想要当一个 一个那个人家的太太 有没有 那种梦想 能够想到的 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说 他可以成为一个独立 而且在心灵上面很有 就是已经变得很有自信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 他本来是想说 要跟他老公白头协导的 对 然后你知道他老公 是要跟别人白头协导 对 但是所以 他这样 你看那样的生命纪念 没有摧毁他 那个生命纪念反而怎么样 那个苦 让他更成熟 所以知道我在讲这个意思吗 我们在人生的经验当中 每经验到的痛苦 都是生命当中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你之所以会经验到这个痛苦 就是因为生命还劝缺这一块 你这一块还没有学习到 比如说这个课程 所以你这个是小case 你这个赶快过关 以后有更大的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不是诅咒 为什么我要在 特别在讲这个主题之前 跟大家讲这么多 那个我们生活上面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种 豆白公还 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如果在生活上面 透过我们在 的生命纪念 在六根促进当中 去观 透过这个过程去观察到 生命的经验绝受 跟对经验绝受的种种取角 其实它都只是一种 缘起的现象 那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随时摆平 有没有 释放自己的心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个叫做知生 孔老夫子不是讲 为知生 焉知死 所以你等于说 你如实在我们的生命 生活经验当中 看到这个生命的实相 一切都是缘起的 然后它都不断地 随着缘起的这个理则 这个理则不断在原生 不断在变化 那所以 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 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上礼拜 有特别提醒大家 对不对 你看 没有爸爸妈 爸爸的能量 妈妈的能量 彼此之间的那个关联 他们炒炒饭 对 然后呢 要有那时候的那样的四大 天地的这个四大 是地水火风 这个能够 一些物质性的这些基础 有没有 那你看 就不会有那一颗受精卵产生 没有四柱的 就是那转过来 那个原 就是说比如说 假设你看 我现在死了 那在一个中阴境界 一个鬼界 那刚好有一队男女 有没有 就等于是我未来的 就所谓的未来的父母亲 他们那个在那边 那个炒饭 那有那个姻缘 所以四柱 那他不是 你看 他不是这个我 我的意思去入那个胎 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看 那是当 他变成一个中阴的 我们说那个神式的状态 那个意识生 好 那在那样的缘起底下 你看他 受生 就住胎 我们说佛法里头叫受生 那 所以这里不是一个 我变成他 他才变成他 没有那个我 你看他只是在那些 缘起的 比如说那个 那个能量上面 那些像 他看到的那些像上面 然后他投入了 就这样而已 那如果没有那些像 没有当下的那个因缘条件 这个事情他不会发生 知道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就不会有所谓的 那个四柱的问题 就不会住胎 就没有一个新生命产生 比如说我们简单这样讲 所以有一个新生命产生 他就有很多复杂的因缘条件 那这个新生命一产生了 他要能够持续增长下去 看到没有 又要很多因缘条件 所以他内在的这个机体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瘦筋软 他内在的运蓄 如果没有这个持续性增长的 这个基因库存 那纵使有这个基因库存 没有相应的条件 比如说脑部装都不要吃饭 你就饿死在里面 比如说 是不是 本来一天都大 但是突然间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他就可能胎死腹中 那你看一切都是 都是原籍的 很多复杂的因缘条件 然后接续在互相在变化 在转档 然后多层面的交互在影响 那我们从生活上面 慢慢在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上 就会看到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什么 慢慢的 不是什么事情 都是我说了算的 到时候你会真的说 是我说了 但是算了吧 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缘起来 算了吧 我说了 但是算了吧 你会怎么样 你那个自我意志 那自我意识 你看你会一直放下来 一切都是缘起的 所以在这个人生的过程 你训练出什么呢 所以自觉性的那个自我意识 那个我慢 你看你一直在淡化它 所以淡化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内在的这种自我直取 淡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对外在环境 我们会怎么样呢 更能够去随顺这种 原生原昧原起的条件 原生原昧原起的种种 这些世间的显像 有没有 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所以快乐也是 快乐的因缘条件而生起的热 苦呢 也是苦的因缘条件而生起的苦 因缘条件变了 热会变成苦 苦会变成热 都不断的在变化 这个时候的热 不会是下一刻的热 因为下一刻的热 是下一刻的因缘 其实我们如果 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到 那个完全理性的那个状态 这个时候的空气密度 从来没有一刻是一样的 我们本身内部的 都没有一刻是一样的 不是吗 他们在医学上面是 一秒钟是可以 是有死掉三千万个细胞 是不是 是一秒钟 好像是一秒钟 我们的新陈代谢 三千万个细胞就代谢出 就死掉了 就变成废弃物 这个身体你看 所以佛陀叫自然 在燃烧 那你如果再到家里头 就讲他比较不从在面 他讲怎么样 这个叫生生不息 不断的生生不息 不断的生 所以到家有他很 有另外一面很刚 就说像我们说天地乾坤 有没有 那种很刚强 不是一种坚硬 是那种很强的 那个雄剑的那种精神 就这样来的 因为他们不是看 看那个 看这个 把无常的现象 有没有 当做那个 要去超越的 他认为这个无常的现象 有没有 是天地运行 道德能量的显现 所以他会自强不息 有没有 天行剑 君子也自强不息 这是一面 那会我们看到 所以等于是说 你看 透过我们在 人生里头 随着各种境界 跟亲友之间互动 或者说自己在人生的 经验当中 碰到的种种苦难 然后我们去 接受他 然后去了解他 然后穿透他 到最后超越他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一切都是缘起的 不是谁说了算的 不是谁在这边做主 没有人故意去主宰他 但是我们会得出一个 很深刻的生命纪念 什么纪念 只要我对这个境界 有所执取 那我一定是怎么样 自讨苦吃 他就这样 我叫他不要这样 你叫他不要这样 你就叫他自己通过 就叫做自讨苦吃 就你没有在随顺这个缘起 不是不去改变 那个因缘条件 是你不是去抗拒他 你可以参与缘起的 你给他新的因缘 那他就会改变 所以你不能老是 以你的强烈的主观 就像螳螂一样 要去挡车 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参透人生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这是一个无我的人生 有人生 有生命 但是里头没有一个中心 不是有一个阻末的意思 没有一个自我 比如说什么 你看 你看这个身体 你说现在凉凉的 你叫他 你不要感觉凉 你感觉稍微 他没办法 看到没有 你叫他 冷的时候 你叫他毛细孔不要张开 你叫他毛细孔 不要闭住 不是你能决定的 热的时候 你叫他 你毛细孔不要张开好不好 他不会听你的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身体 他就是很清楚 四大的条件在决定他的 他的整个的反应 不管是属于自主神经 或者不自主神经 你看都不是你能控制他 没有人在控制他 看到没有 天地也没有在控制他 但是天地跟他 他就是一体的 随时在这边互动 交互转换跟变化 这叫无我 那在这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 那我们就看到 所以所谓的这些精神 心理现象 原来也是这样 你看就是这个 四大组合起来的 这个设身 透过他的六根 有没有 出道境界 合一进的时候 他就高兴了 你叫他不高兴看看 不可能 合一进他会觉得 蛮欢喜的 不合一进的时候 你叫他不要生气 他也有点困难 被这种内在的机制控制住 有没有 脑袋他出道境界 他就会只觉想相许 等于说整个身心现象 上上礼拜一直谈到这边 所谓的色受想形式 五音 有没有 我们这整个身心现象 你看他都是原生 不断在原生 原昧 原生 原昧 不断急 不断灭 就是不断在变化 那你这个不能是说 从书上面这样看 是书上面这样看之后 我们要在人生的 具体的行驶的过程当中 去体验到他 那你看 所以你就会从这种 领悟到这个 缘起无我 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了物 所以碰到 那就很简单 那所以在人间上面 你懂得慢慢 你怎么样 六根促进 随时可以自觉性的 正知当下 那我们说活在当下 正念 然后怎么样 随顺这种 缘起的条件 然后做积极的回应 回应之后 怎么样 平衡舍心住 进行过了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这样 因为你很清楚 只能这样 因为你很清楚 只能这样 不这样的时候 都是叫做自讨苦吃 那所以好了 那你看 那你平常生活这个样子 那生病了 生病你也会很清楚 不是你要他生病 所以也不是你叫他 不要生病就能不生病 有没有 因为已经形成的 他生病的因缘 已经出来了 你不知道从哪时候 就开始累积了 有没有 所以他现在 出这个机体出现问题 就是缘起的现象 生病了 好了 那你怎么样 你也只能 随顺这个缘起 做恰当的对待 你会接受这个病 但是不是就是 让他病死 有没有 我们尽量去处理他 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有很强烈的主观 你不会急障 你心灵上面不会不舒服 佛托讲那句话 生苦 但是怎么样 心不苦 所以是带着一种 平衡的心 接受的心 激进的心 来处理这个身体的病苦 因为你知道他什么 他是缘起的 四肢毒神在那边互咬 对不对 所以出问题 但是你如果 我们说我们慢慢去看 你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 机体的败坏 它不会是一时间的 就像说水不是突然一百度开的 这里头有很多 复杂的因缘过程的累积 复杂的因缘 你看像我们不是一日白头的 不是像范里 一日白头 我们没有那种功力 我们是慢慢白头 50年之后慢慢白头 是这样来的 你看他有他的过程 那这过程也是缘起的 没有谁在决定的 过程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 他当下嫌弃的这样的状态 你了解他是缘起 你就不会被他给迷惑 有没有 白了之后会怎么样 会掉 黑头发变白头发 白头发变怎么样 变闷闷没有头发 头发越来越少 那少到不能再少 大概就 准备躺平了 有没有 那这还算不错 这表示长寿 还有白头发的机会 有的人 没有 所以白发人送黑发人 为什么会这样 缘起甚深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会 慢慢对生命有一种 对缘起的这个实相 会怎么样 心灵就会沉浮 所以那个自我意志 有没有 就会淡掉 慢慢淡掉 那所以我们就变 生病了 老了 病了 都会知道 都会知道它是 这是一个自然 原生 缘起的现象 所以只能怎么样 做最恰当而平衡的对待 好了 那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了 临终 这样看到吗 就 no problem 你就没有问题了 根本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灵里头 早就根本不把死亡当作一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你会知道 我说你自己会知道 这个死的现象 只是一种原生的一个 也是原生 缘起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而已 所以你就能够带着一种 坦然 松坦的心 然后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临终的状态 因此 在临终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就会很自觉性的 在这样松坦 坦然的这种状态底下 一种明觉 那种正知正念 那个觉察力 有没有 带着觉察力 然后去走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出一件事情 孔老夫子 他就真的是很有智慧 在这部分上面 以前不太懂 以前我觉得 那个孔老夫子智慧 不是很高 坦白讲 但是他在去 为之生 焉之死 因为 随着这个年岁的增长 发现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如果你没有真正去 深入生命的这个实相 你不会了解死亡 那你 你如果不了解死亡 其实你的心灵里头 其实很难超越 那种生命的那种幽暗 那种恐惧 那虽然 虽然那个孔老夫子 不是像佛陀很清楚地 照见这整个生死流传的 因缘跟过程 但是他讲的是 是对的 所以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学习 藉由在生命的 还活着的过程当中 尽可能地如实之见到 到底生命是怎么样在发生 那这些尖叫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提醒 有没有 佛陀说你注意看六根处境 在一切的生命 都在六处入处当中在发生 你看已经根 六根处六成 有没有 根层是何何处了 所以才会怎么样 产生觉受 有感受 有想法 有冲动 有喜贪生起 或者有称心生起 看到没有 我们在这边 叫做一阴相续 六根处境之后 你看一阴相续 那这就是整个生命在流转 的一个实际在发生的这种状态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必须要 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清楚地了知 你才会知道说 生命真的就是缘起的 你看这个六根爆生 刚讲 又有爸爸妈妈的姻缘 又有四大的姻缘 才有这个爆生 那有这个爆生之后 才有怎么样 负载的这个六根 眼耳鼻舌生一根 你看你如果没有眼球 眼耳不健全 你就不会有视觉经验 所以就不会有随着视觉经验 而升起的喜滩 或者说厌恶感 就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来自视觉的快乐 也没有来自视觉的痛苦经验 看到没有 如果没有耳根也一样 这样看到吗 所以等于说 我们的生命经验 是建筑在这个 随着缘起而无常生命的 这个六根的爆生的基础上面 有没有 然后去处这个六层 才会有这个生命经验产生 大家看看 所以我们生命经验里头的苦或乐 就是这样在经验的 就是这样被经验到的 所以既然经验到这个 痛苦 烦恼 幸福 或者不幸的这些事情 有我们的想 然后有实际的这些色身相味 等于说这些经验跟我们的想 但它都是怎么样 缘起的 无常生命的 那你如果了解到这点 其实这个叫做见苦 就是我们讲见苦 因为这就是见无常 就是见缘起 就见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相 那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我投射自我意志 完全是自讨苦吃 那就叫做无明 那就是无明 所以你有这个无明 就一定会受苦 那你如果了知到这样的生命的实相 那自觉性的在促进的时候 知道保持在这种 缘起的政见的自觉 在我们说政见上面 然后怎么样呢 当下自觉性的调伏 有没有 里面生起的冲动 你看你投射太大的 称心抗拒 然后投射太大的贪心去粘着 有没有 但是整个境界都会变 因为它都是缘起的 缘起甚深 刚刚我们这位师兄讲说 三大阿征使节 我跟你保证 不用 你如果真正深入缘起 真的心灵里头去正见缘起 会快速的建法开悟正果 所以那本书里头你们有看到吗 只有它快看 快开完了吗 还有没有其他人看的 上礼拜给的 没有 你看 还有你 你看里头有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波斯插婆罗门尼 对吧 连死几个子 六 七连 连死六个 死到第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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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人 生小孩 然后连生六个都死掉 然后第七个 直到第七个 所以他之前没死一个 就很痛苦很痛苦 直到第七个发疯了 现在有个戏这样 然后他就脱光光的 发疯了 死心疯了 脱光光的 乱跑乱跑乱跑 以前我们在乡下 有看到那种疯女人 真的是这样 披头散发 然后 底子照底子照底照这样 然后那个 就那个 波斯大佛门尼大这样 而且呢 他还更彻底 他连衣服都不穿 就是褒奔 疯狂的 然后突然远远看到 好像佛陀在说法 然后突然醒过来 然后 然后那个佛陀就叫阿难 跟他披上衣服 然后就静静地坐在那边 而这一切事情 你自己 你认为的你自己 你认为的你的小孩 你的 你的 你的那个先生 这一切其实都是一个 我们说五音的 因缘条件 原生的过程 所以他就领悟到了 所以他自己有 无穷无尽的 当人家父母亲的那种纪念 也曾经有过 无穷无尽的那种 生小孩子的这些纪念 这些都是怎么样 不是他在决定的 那是 那是那些因缘 有没有 我们说 地水火风空事 就是我们说 简单这样讲 物质性的能量 跟心灵 跟精神性的能量 在某些因缘条件底下的 原生 所以就生命现象先升起 有的借小鸟胎 有的借女人胎 有的借天人身 有的借鬼身 就是这样而已 他了悟了 正见缘起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看到 所以我痛苦烦恼 没有意义 我以为我是谁 能够去抗拒这个缘起 然后去决定这些缘 我以为我是谁 有没有 你看他正见缘起 然后呢 也不疯 也不苦 他回到家 你看一次的 听一次法而已 他老公很急 老了老了 晚上一早生小孩 是一个就靠一下 你这次都点点 他说我已经见法了 我听佛陀说法 我已经觉悟了 就是开悟了 就这样 那后来怎么样 他先生去跟佛陀学 对 正阿罗汉 后来这个佛士尚 佛罗门尼也出家 也可能正阿罗汉 那后来连他的那个 普从也出家 知道这个意思吗 女儿 女儿也有 都出家学习 有女儿吗 我忘了 那你看 所以我要提醒的 就是这个 我们说佛陀 佛 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就是叫做成觉 成觉就是心灵上面的 究竟觉悟 就叫做成佛 那佛陀是没有人教 他自己完全觉悟 阿罗汉的差别 就是透过佛陀的教法 然后他们去体验 也都达到跟佛陀一样的正量 叫做生文阿罗汉 就这样而已 这都是一辈子就可以完成的 但是因为 因为那个佛陀死了以后 然后在第一代的阿罗汉 虽然结起了经典 但他们死了之后 第一代阿罗汉死了之后 后来的那些 比如说变成很多的 那个叫什么 我们说布派佛教 很多的教法都被改变了 所以没有 等于说那个 真正以缘起正见 在六路处当中去修行 这个真正的禅法 遗漏掉了 其实 你们这样能体会吗 为什么请你们去看那一本 你们会发现 这件很奇怪的事情 天理事法就能觉悟 心灵处 就心处法禅 其实都是在六根处境当中 那我们现在的禅法是有点 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 要怎么样 会想说我先跟生活脱节 有没有 然后我到禅林去 我到哪边那个 在那边打坐一下 关注呼吸 又是怎么样 那是在修心灵的安置 没有问题 但是重要的是要在这个地方 在活生生的生命经验当中 见证活生生的佛法 佛法是从生命经验 活生生的生命经验当中 觉悟的 就是如实了之 活生生的生命经验 是什么东东 生命是怎么样在发生的 苦是怎么样在发生的 苦可以怎么样灭 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就这样 那比如说你看 你的心灵 如果说彻底的透过 那个缘起的这种思考 把你我们原本的 对于生命的这种 好像有一个不变的个体 有没有这种自我感 这种不变的个体意识 整个都消融掉之后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整个生命都是流动 那所以变成是 我在六根促进的时候 变成怎么样呢 自觉性的去 离对于六层 就是境界的那个贪婪 这是第一个层次 最初的层次 第二个层次 所以对这个六根报生 就是六根 也离这个贪婪 那在最深的那个层次 对这个六事的经验 你连这个事的经验 都没有贪婪 这样能体会吗 经长这样能体会吗 你看当下解脱 有没有人开悟的 其实就这样 所以你要去深入 你要去深入什么呢 不是去深入其他的 那新身心外面的东西 是深入当下的身心经验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你看我们 比如说 看到 从我走过 林志廷走过去 有没有 你看他很漂亮 你看就一直看 粘着 这就是境界 有没有 色身相慰触法六层 粘着 那你看你为什么会 粘着这个境界 你会发现一件事 因为看它会带来 乐瘦 快乐的感觉 有某种快感 那你为什么要去 担立这种快感 你看 就是对于六 这个六根抱身的执着 六根抱身的这个 有没有 喜乐瘦 那再来 这是一个 那你再来会发现 那如果没有林志廷的时候 你就想看什么 你还是会想看 看到没有 你们能体会吗 比如说 很多人情人没了 为什么 无聊在这个时候 没有可以跟不可以 但他怕无聊 为什么呢 所以他总要 看一看东西 听一听东西 那不能翻翻书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叫什么 这就是对于六四本身的喜谈 就是我们要有这些六四的经验 对六四有喜谈 这有点深的 你没有好好去那一关 这边真的是有点深 那我先跟大家这样 你们去经验 这都其实 懂佛法就知道 佛法不是很难 佛法不是难 佛法是哪里呢 佛法是经纬 经经理 所以你要看到说 原来我们对于这些生命经验 本身产生贪然 所以就造成我们的痛苦 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们对热受苦受有贪然 所以热受年早 苦受抗拒 但是我们对于整个六四的经验 眼耳鼻舌生意识也有贪然 所以常常会想看东西 有没有 常常想听东西 或者常常想闻东西 常常想吃东西 就那个四本身 对四本身的贪然 在这个意思吗 但是四本身是无常 四无常 眼无常 色无常 佛陀常常这样讲 所以一切都是无常 但是我们不自觉 不是黏着在色禅 就是黏着在这个六根的报身 不然就是黏着在四上面 知道吗 要开悟 懂了这个就开悟了 不骗你的 所以佛陀跟那个年少比丘 他很担心 那本书好像也有 没有 但是有没有 年少比丘 有吗 他是一个年纪 年纪经历住家 那住家 他们一般年轻的 可能比较偷不到东西 所以他贫病交加 那快死了 然后他找佛陀 佛陀就 他说他很紧张 心灵很不舒服 那佛陀问他说 那你是有犯戒吗 他说没有 那没有你 为什么会 心灵不舒服呢 他说我怕 我死了之后 我不知道投身到哪里去 有没有 你看佛陀怎么讲 佛陀就跟他讲 如果没有掩饰 会有因缘于掩饰 处而生起的这些瘦吗 没有掩饰会有掩处吗 那那个小比丘就说 不会 那没有掩处会有 就会有因缘于掩处而来的瘦吗 瘦在办法 瘦想死 感受 心怀 决想相信 他说不会 那你好好思考 这个事情 对你会有所帮助 有没有 叫他怎么样 他就思考佛陀这样的经济 就证阿罗汉 临终前证阿罗汉 不用一辈子 不是 就说不是三大阿正之节 那这就是 为什么我给你们那本书 原本在原始佛法里头 佛陀的教授 所以他叫做 即身观察 原智觉知 献法通达 透过你的身心 今天去观察 你如果看到他 有没有 他是缘起的 他是无常的 所以能够见摊离摊 逐次深入 你就自己会体正内盘 这就是禅修 知道吗 所以我从低堂课 跟现在都一直 跟大家强调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我曾经 我是到去年 才确定这件事情 不然我也是去修 所谓的 他们那些一些 南传佛教的一些禅法 但是你如果禅修的 观念错误 你会因为那个错误的 禅修方法的之间 然后障碍你误荡 你们从那本书就会很清楚 去看很清楚 觉悟的人 他们都不是在那里 都是在他活生生的 生命经验的当下 这就要好好反省 还有那个设立佛的叔叔 对 设立佛的叔叔 本来想要去找 那个佛陀 那个PK 因为他想说 我这个外甥这么聪明 竟然来当你的徒弟 我很不甘心 那原本那个 他是这样 长转外大 你看到佛陀跟他讲法 你看他就开悟见法 这样出国 设立佛在边边 听佛陀说法 他证阿罗汉 不是在那边修四禅八丁 你们要去思考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有 隐含真正佛陀的正法教 这才是真正的 原始佛法的禅法 是这样 所以佛陀有跟设立佛讲 所有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都是怎么样 克服五概 五概你看就是我们 平常的迷想乱想 贪生痴的状态 然后怎么样 注释念处 注释念处就觉察 随时觉知我们的身心经验 那随时觉知我们的身心经验 其实就是在六处入处 六根处经的时候 去正观六处入处的吉妹 聚己跟辩妹 然后修七觉知 修七觉知的时候 就是正 因为你在观 然后你看到当下的生命 缘起就是正念满足 就是正念 七觉知里头的正念 所以你看 你就当下就能够断煮贪生痴 或者调伏贪生痴 心平衡 心平衡之后 你看你心就保持在 明觉不动的状态 就是这种东西 这就是真正原始佛法里头的禅法 所以不是像某些禅师说 我要破色剧 然后我要一定要体会到 明色剧灭的状况 不是 是你在当下活生生的六根促进的当下里头去看到 看到当下的缘起 跟看到当下自身的贪生痴的喜妹 所以佛陀会说 即生观察 缘世觉知 宪法通达 宪法就是当下 你就能够通达苦妹 你就体验到这个苦妹 那苦妹你看 它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说 见证到了 那你 比如说你体验到这个涅槃 那有的人体验到涅槃 直接怎么样 他的对于人间式的这种浴滩都断了 所以他当下就正阿罗汉了 那像我们一般等于说 我们见证到这个实相了 对不对 但是还怎么样 还有这些贪染的习气在 但是它根已经被拔起来了 松动了 松动了 所以他怎么样 我们正出国的人会怎么样呢 他在这个人间式的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会怎么样 贪欲越来越少 所以宪法说 这种人顶多七网人天 七是一种象征性的数字 他就会证阿罗汉 究竟解脱 意思就是说 他又不用再整死人 就会达到烦恼痛苦的完全期内 就这样来的 像这样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你如果说 懂得在生活上面 对近恋心 证见缘起 然后随时活在当下 然后慢慢透过这个过程 确立证见 然后呢 透过确立证见之后呢 调伏自己的这种 自我意志的这种冲动 见法 入流 正果 都可能随时发生 这是佛陀的慈悲 他是那时候留下这样的教法 那我们后来 他几乎他灭后不到两代 就这个禅法就消失了 是这样 所以那我们蛮幸运的就是 反而是在 汉义的这个阿罕经里头 保存最完整的佛陀的教法 是这样的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知道怎么临终意念了吗